还是围绕在新庄幸福里长陈炳坤的身上面对个政治素人来说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克服自己为民服务的理念 以及让里民接受他的做事态度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从一个政治素人到现在为民挺身争取建设的陈炳坤里长 回想出上任时或许是新里长的关系 难免有部分里民抱着不幸任感与里长有段磨合期 但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大家也都渐渐接受这位老实肯做事的里长 现在算还比较好了 像我刚就证的时候 也有很多里民都 再怎么讲 就会比较早一些我们还不能接受 还会早我们一些麻烦 但是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 他们也有很多我们里民乡亲都有认同 所以对我现在都看了就改变很多 以前是里民的他腼腆不多话 但知道自己作为里长后 必须收起这种温吞个性 因为里民需要的是一个肯为基层发生 肯做事的里长 而这部分的改变 身为他的里民兼志工最有感触 好 肯为我烤茶 不 肯为我把里面不加 但是虎部也很好 会哦 会哦 不关系 都把鸡得搁掉 最好 做得很好 儿子以后都好 虎部都虎部很好 當初自己的決定從一個平凡的上班族到現在一腳踏入為民服務行列 里長沒後悔 因為里內氣氛要改變 建設要突破 或許不一定要換人 做做看 但換人人肯定會有新氣象 所以里長感謝當初投票給他的人 讓他有機會為幸福里多做一點事 記者新莊採訪報導